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讲到韩版9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这一周的更新内容其实蛮多蛮杂的 我们一个个来看吧 第一个讲的内容就是黑暗修炼地间的boost加倍活动 第二个讲的是冰之女王的归来 它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世界王副本里面 新增的冰之女王的boss 打此之后获得对应的奖励还有buff 第三个是新增活动地图高尔夫球场 你只要在里面打到高尔夫球 就可以换到这些虚保物资 第四个讲的就是新篇章伺服器 开启的世界起源工程战 好第五个讲的就比较重点啦 93级达成的成就奖励 那这个代表是韩版已经有人快93了 所以他们才公告出这个装备的内容 93级的装备是说话之导的魔法 它的基础能力是防御5昆迷抗性7% 还有一个buff技能叫做巴风特的诅咒 给近战用的话会获得力量加5 无视近距离回避加5还有晕命加10% 远攻用的话会获得敏捷加5 无视远距离回避加5 还有晕命加10% 给法师用的话会获得智慧加5 魔法穿透5% 还有恐惧命中10% 再来看一下这个可怕的巴风特诅咒 它的能力只是让目标 可以实化并且持续扣血 算是一个相当难搞的复合型debuff 然后93级的庇护是不朽者3 持有时获得一个pvp减免加7的能力 然后在使用时还会额外再获得pvp减免加7 然后93级的各阶段奖励就是神话凭震2 还有红变红娃红圣物的卡箱 然后这边下面一个讲到就是合成的部分 它是说紫变紫娃的合成保底内容 新增了这些卡片 然后后面这一个是这次他们的联名活动 新增了三个圣物 高尔夫球杆 高尔夫球帽 以及高尔夫球 最后一个红色这个属性是比较好的 它的能力是 近远魔命加3 中间的属性是mp回复加5 右边这个就是 远距离伤害加1 然后他们的卡值也非常的多 这次新推出的高尔夫球系列的 圣物他们可以透过圣物币来兑换 红卡高尔夫球杆 需要使用240万的圣物币 然后蓝色的圣物需要使用120万 绿色的高尔夫球 则是12万的圣物币 然后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娃娃探索的目标 就是黑暗精灵圣地 然后里面还可以获得这个新的红娃 新的红娃应该是丹特斯吧 看起来 接着这边的系统就是说到 新增圣物凭证收藏 它从白绿蓝红紫金都新增了对应的收集品 能力值有防御1 然后减伤加1 PVP减免加2 静远魔伤加1 生命值加50 50还有静远魔伤加2 生命值加100 以及静远魔伤加3 生命值加200 以上就是函版9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它其实算是为下一次改版做了蛮多的铺垫了 像这次新增的黑暗妖精圣地娃娃探索 我就会想到会不会下个改版跟黑妖也有关系呢 好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